是不是要反了 响哥 勇哥 不是连我也想打吧 没退步 阿姐 天高 为什么来这里 这里不是老鬼也要看的吗 以前是他 现在整条街都是我看的 我们很久没试过像现在这样 你以前常说 就算打打杀杀 打完之后最重要是洗个澡就干净了 没错 在道上行走 身上免不了会有些血腥味 好好洗个澡就可以把它冲走 当年我跟你的时候只有一条街 现在打到整个有马地 杀人打架 怎么算得清 我们身上的血腥 怎么不写得掉 柯老师 我离开香港那么久 我想了很多事 我看我知道以后应该怎么做 你知道吗 你跑路之后 有很多堂口 都打我们主意 杀我的也有 害我的也有 幸亏都让我打回去 是我一个人带领一票兄弟 最近搞定了张庆尧 现在我们的地盘呢 比你走之前多了很多 这是你有本事 都是跟你学来的 对了 勇哥 这次回来 是不是打算再带着兄弟大展拳脚 你还要人带吗 自己兄弟的地盘你也强 这种事我没教过 勒斯哥爸 是我给我妹妹的 你有必要这么绝吗 我们就因为看你面子 所以忍了她很多事 你知不知道她现在 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是她自己找的 我不管 她是我妹妹 谁欺负她 我就跟她没完 她是你妹妹 我们也是你兄弟 她要在外面装好了 好人我不拦她 但她别搞砸我的事 我们出来混 不是装好人 你说得对 能跟我的都不是好人 所以最不好的人是我 得罪我有什么后果 你应该很清楚 哦 说到这个分上 就是不用抬了 警察 谁是陈正友 我是 现在怀疑你涉嫌 跟去年一起 蟹豆商人案有关 请你回去协助调查 看更多TVB精彩节目 欢迎询问各电视平台订购优惠 18778938888